各位SUPERMOTO8的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回到美洲聊新聞的單元 這個上週是爸爸節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送什麼禮物 還是跟爸爸一起出去騎車呢 你有回去還是送禮物給你爸 沒有我從4月之後就沒有回過台南 我也沒有回去 然後我也沒有送禮物 但我有在購物網站上面 這個爸爸節的命運 趁這個命運的時候 買了一些這種騎車用的東西 所以給你爸了嗎 沒有給我自己用 沒有他如果要他自己會買 原來如此 當然希望我們的爸爸就不要看到這個影片 接下來就讓我們來看看 本週熱門新聞第三名 本週熱門新聞第三名 就是盾牌大燈現身2022 KTM RC390 全新造型曝光 先跟大家強調一下 以下這組照片他只是間諜照 他並不是最新車款的官方照片 可是我覺得他的相似度已經非常有 幾乎有百分之八九十的水準 對他這一組照片其實就是他們 聽說外媒說法是說在官方網站上面 不小心提前上線曝光的照片出來 因為的確這個畫面的品質看起來是非常的好的 對 先跟大家講一下好了 因為RC390的間諜照 我覺得已經從以前講到現在 大家可能都聽膩了對不對 之前其實就已經有拍過一系列 就是他實測在外面測試的時候 被捕捉到這種間諜照 但之前的照片都還是比較沒有那麼清楚 或者是角度沒有那麼像真正宣傳照上面這個角度 而且他的外觀 我記得都是外裝的比較完整一點 不過我記得當時的間諜照 他這個車頭就是一個比較直挺的設計 對他這次這個車頭設計 我個人覺得沒有很好看 這次全新的車頭 就是用上了一個這種盾牌型的大燈 我覺得這個造型 有一點像他們之前的1290 ADV上面的那個樣式 對因為1290 ADV的大燈非常的巨大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印象 然後大燈超高一個 這次很特別的是他這個整流照還跟大燈的前面這一面 做了一個一體式的設計 然後上面還有一點一點一點的這種像塗裝的這種點綴 我覺得看起來還蠻 視覺上還蠻特別 那我會想到一個問題 就是過往我們騎中仿賽車 我們都會改那個什麼高角度風鏡 讓他撞風效果會更好一點 可是他這次如果要改風鏡的話 他好像要連這個大燈周圍的板件全部一起更換 是看起來就比較麻煩一點 他這一次還有一個我很喜歡的設計 就是他把這個方向燈直接藏在這個大燈跟風鏡的兩側 我覺得這樣車頭看起來就更利落 而且更有這種真的像賽車的感覺 了解 而且他車架也有做一些更新對不對 沒錯如果大家記得的話 前一代的這個R7 390 他一樣是鋼管車架 但是他是整個從前面到後面是一體式的設計 那這樣的設計其實他在摔車的時候 他就比較容易 比如說你只傷到後面 那你要整組的話那個價格就比較貴 KTM他們也聽到了很多這個前一代R7 390 車主的心聲 所以他們就把這個車架的後面 就是這個副車台的部分改為獨立式的設計 那你如果之後 如果是譬如說被人家追尾像你老闆之前那樣 那個屁股就可以單獨換 他就不用整個車架一起換 這也是對應RC 390這種車款 很多人可能會下賽到騎乘 那做的一個方便更換 也降低成本的一個蠻優秀的一個考量 動力部分應該還是會採用現行的這一款 373cc的水冷單缸引擎 最大馬力外媒預計說 他可能要針對Euro 5再去做一些小調整 那可能會比現在的44PS再稍微小一點點 我覺得還有一個讓我覺得很有意思的 就是他們KTM這一次採用的塗裝也一併曝光 我們可以看到有今年MOTO GPR KTM產隊用的 像包含Tex 3 以及他們官方車隊使用的這兩個塗裝 我覺得這也讓KTM全新的RC 390的間諜照 看起來比較符合2021的風格 畢竟他們舊款的車看起來 可能就是比較舊的塗裝 那也要講一下我覺得這台車合理的推出時間 應該會是在年底的米蘭車展的時候 因為今年底的米蘭車展 雖然現在台灣疫情很嚴峻 可是在歐洲或者是美國 他們目前的疫情有相對和緩一些 米蘭車展現在有很多國際的一級大廠 宣布他們確定要參加 所以我們可以期待一下KTM 或在年底的米蘭車展為我們帶來390 轉換來了 是終於要發表了 沒錯 或者是雙缸的490搞不好有機會 我覺得有機會搶先曝光吧 沒錯 所以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喜歡KTM的朋友 可要持續關注相關的報導 那接下來讓我們看看 本週熱門新聞第二名吧 本週熱門新聞第二名 減重50%賽道限定 集村推出Kawasaki ZX25R專用館 ZX25R依舊是賽道上非常特別的一個存在 對它在市場上也是一個很特別的存在 對因為說真的這種小排量4缸 我真的是直到現在 我都很難說服我自己說 Kawasaki竟然把這個車拿來量產 是身為一個雙缸的Kawasaki車主 你有沒有想換四缸啊 沒有太貴了換不起 信仰充值不足 這一次這個集村館 他們就針對Kawasaki ZX25R 推出了一支這種專用的賽道館 而且我想當然這邊我打的差 大家應該不想聽我們介紹這支排氣館 你們應該想直接聽聽看這支排氣館 這個油門吹起來會是什麼聲音 我們先把這個畫面卡接一下 我們來聽一下好 怎麼樣大家聽完這個聲音 有沒有覺得熱血沸騰 是 他們這一次這個排氣館 我覺得相當特別的是 他們很強調他們在重量減輕的方面 他們強調這組排氣館跟 Kawasaki ZX25R原廠的排氣館相比 他們重量其實可以減輕 最高來到50%以上 外型採用一個類似七邊形的這種設計 那根據這個集村他們表示 這支排氣館的這個形狀能夠幫助這台車 它在這個高速空氣流動下 它有更好的空力表現 那我對於這種排氣館 我個人先不管那個什麼性能之類的 我就很不喜歡這種在車底的這種短短設計 我自己很不喜歡 因為我覺得排氣館就是要一根 然後在車子側邊 然後最好越大越好 或者是有一些那種比較短管 可是它可以延伸到這個後輪側邊 我覺得這是比較好 我自己還蠻喜歡這種在底下的這種 幾乎看不到的這種短短 是喔 因為我自己的車排氣館都在旁邊很大 你這種就是會燙到人家的 你看這種王八蛋 他都不裝那個防燙蓋 沒有我裝好不好 這個網友會罵 不行 它總共有出兩個不同這個材質的版本 一個是這個鈦金屬的 那一個是不鏽鋼的 那兩個的重量表現上面 也有一點點的差異 鈦版本的它的總重只有3.7公斤 那不鏽鋼版本它還有分為 就是一般的不鏽鋼跟上面有做這個彩鈦 不鏽鋼一般的是5.0公斤 那彩鈦版本是4.9公斤 根據原廠測試 它其實就是幫你在後半段的轉速域 就去做一個解放的動作 所以根據他們集春 這個原廠試出的測試圖 其實它在7000轉之後的動力 有相當明顯的增幅 他們這一次雖然沒有提出馬力 提升多少Percent或多少P 但是他們有提出一個很有趣的數字 就是這個噪音分配 對那為什麼他們會提出這個數字 就是因為他們這個統規賽事 其實賽車場是有規定這個噪音分配數的 那就跟台灣一樣 對跟台灣而且它的分配數檢驗 其實跟台灣也非常的接近 他們這一次測出來 在7750轉的時候是104分貝 利寶它其實四缸車 它6000轉的時候是105分貝 所以代表你改這支管 你應該是可以下去利寶玩 售價方面這根排氣管它的定價 從大概台幣4萬3千塊開始 當然依照它的版本跟規格不同 會有一些不太一樣的售價 那我想入手排氣管在台灣 應該不會是太難的事情 上網點一點可能排氣管 就送到你家來了 比較困難的是台灣有ZX25R的人 應該反而可能還比有幾村 你如果要訂這支排氣管 你也不需要在不在意這個車能不能領牌 因為它就是賽道館 沒錯 除非你是 我們就不明說了 除非你住台中喜歡跑740 最後就讓我們來看看 本週熱門新聞第一名吧 本週熱門新聞第一名 就是Valentino Rossi 正式宣布2021年後正式退休 Rossi退休 對 你不用裝這麼驚訝 其實這消息已經出來很久了 我原本預計是去年我要去日本看Rossi騎車 然後一個肺炎搞得害我出不了 然後今年看起來是也根本沒有日本站可以比 你知道嗎 你今年要看的話 可能最後的機會應該是馬來西亞 對台灣人來說 比較省成本的欣賞到Rossi本村 可是馬來西亞好像也不太樂觀 因為他們有延期對不對 對他們其實是有把時間往後挪了一點點 然後泰國站也取消了 日本站也取消了 所以馬來西亞這樣會比嗎 我個人是抱持著一個應該不會的泰國 你不要烏鴉嘴就好 那Rossi他在他個人的這場記者會上面 其實他也提了蠻多 就是有關於過往 以及他未來的一些規劃 那我們來稍微看一下 其實大家最關心的就是Rossi之後 他會何去何從 他要想要做些什麼事情 那我覺得對大家來說 如果你真的是Rossi粉絲 那還蠻幸運的是 Rossi他其實還會以某種程度跟身份 繼續留在Movo GP裡面 因為他現在變成車隊老闆 對他有VR46車隊 那VR46車隊明年就會繼續在 Movo GP賽場上面征戰 至於Rossi本人的部分 他其實他之前就已經很明確的表達 他有點想要去跑四輪的賽事 沒錯 可是我們前幾個禮拜有介紹過 他曾經被這個法拉利車隊 顯然他的年紀有點太大 是我覺得確實 因為Lamance是一個 就是體力跟這種精神力 都還蠻考驗的一場賽事 尤其是他如果跑一些耐力賽的話 那真的對體力真的大考驗 對 那我們都知道Rossi已經是一位42歲 在場上算是一個高齡的車手 有些像是阿公 你在阿公跟孫子同場騎車比賽 有一堆照片就是這個什麼 法拉羅還是什麼 迷你的小時候跟他合照的照片 沒錯這感覺看起來像阿公跟孫子一樣 你們才阿公 那他其實過往都擁有非常亮眼的成績 他總共拿過9座世界冠軍 分別是在125CC級別拿過一座 250CC級別也拿過一座 500CC級別也拿過一座 那MOTO GP級別則是拿過6座世界冠軍 比較可惜的是我們無緣看到他達成一個 像什麼石棺啊 是這種驚人的成就 今年他還有一個紀錄有機會可以突破 好像是200頒獎台吧 頒獎台可能還有機會 那Rossi在場上也是很特別的車手 對 因為他騎過非常多品牌賽車 是 從他一開始騎的Aprilia 然後後來在500CC級別 他騎過Honda 那接下來就是大家耳熟能詳的Yamaha 中間曾經轉換跑道幾年去偷騎了一下Ducati 對 那後來又回到Yamaha 那直到現在的國油車隊同樣是騎成Yamaha賽車 是那場上幾乎所有的賽車都騎過了 沒錯 那到接下來他的車隊又回到Ducati 那你剛才提到他這個他們的車隊明年用Ducati 我個人是還蠻期待他能夠像上一站這個小莎一樣 偶爾可能可以回來這個外卡客串一下 沒錯 或者搞不好他在他們車隊擔任測試車手的部分 我覺得你要叫一個老闆去當這個測試車手 是不是有點對不起他這個身份 好像也是欸我覺得他可能 好啦算了他當吉祥物 當這個人型立牌有沒有 出來跟大家拍照 可能更有利於他的宣傳 對而且我覺得這樣之後其實 你如果要去看比賽 這對車名來說是一個不錯的服務 就因為他以前是車手的時候 他可能要很認真去做那些事情 所以他沒時間理你 那他之後變成這個車隊老闆之後 他是不是有更多時間 可以跟這些車迷社交 欸好像是欸 欸對欸 對 是不是這樣是不是之後欸 明年定起來欸 我們一起去啊 全公司一起去了 謝謝立偉哥贊助來回機票 Rossi退休也帶給了一個 時代的結束 這實際我覺得蠻讓人感傷的 但我覺得Rossi他代表的 不只是他帶給我們很多精彩的比賽 他同時也讓很多可能平常沒有接觸賽的人 知道MotoGP這個東西 對像我記得我有個朋友 他媽媽就是聽到 就是看到Rossi很帥 然後才開始陪他一起看MotoGP 那對於YAMAHA就更不用說了 你看看YAMAHA出了多少 Rossi塗裝的車款 那還有像安全帽AGV 哇 Rossi安全帽那個真的是 隨便一個都賣飯 所以我覺得Rossi在MotoGP的領域啊 他所代表的地位真的是無能人級 甚至是一個最佳代言人 那接下來還有幾場比賽 所以喜歡Rossi的朋友 可要把握接下來幾場比賽的機會 好好地收看他在場上奔馳的音姿啦 那以上就是我們本週三則熱門新聞 請持續鎖定我們SuperMotoA的頻道 下次見拜拜 拜拜